去年底 柔佛边加兰出现百多名合法外劳集体报案 控诉被骗入境我国半年却没有工作之后 人力资源部透露 733名受骗外劳的雇主 已经答应支付超过100万令吉薪资给他们 人资部发文告透露 柔佛州劳工局星期一召开听证会 劳资双方在孟加拉国 驻我国高级专员公署的见证下 达成有关协议 雇主也会在半岛劳工局的协助下 通过雇主交换程序 把这批外劳分配给新雇主 人资部表明 由于事情涉及合法入境我国却失业的外劳 因此这个成果是一项里程碑 可以成为往后的标杆案例 凡是引进外劳后没有提供工作的雇主 依然有责任支付薪金 当局也会把犯错的雇主列入黑名单 并撤销剩下的外劳雇佣配额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